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阶段 不过今年的大选似乎不只是川普和希拉蕊在奋力较量 脸书和推特这两大社交媒体 也随着选战倒数展开激烈竞争 美国的总统选战越来越热闹 人人关注的大事自然也是社交媒体争夺用户的好时机 推特周三宣布已经与彭博社达成合作 线上直播今年三次总统候选人辩论 以及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届时推特用户可以像观看每周四的橄榄球比赛一样 在手机上观看川普和希拉蕊的唇枪舌战 然而脸书已经抢先一步 周二就已宣布与美国广播公司建立合作 在线直播今年的总统候选人辩论 两大社交媒体你追我敢的争夺在线用户 势头完全不输川普和希拉蕊的激烈较量 川普和希拉蕊的首次电视辩论 将于下周一在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 脸书与推特此时奋力的拼收视率 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把赞主商的钱从电视广告中抢过来 新唐人记者 乔安综合报道